这个数据啊咱也说完了 然后流程咱也看过了 接下来啊咱就要去实际的做事情吧 在咱们做事情之前啊 咱还得做这样一件事 我们说啊用python去做这个数据挖掘 还有机械学义这个东西啊 你说你纯靠python去做吗 当然啊咱们的一个主要工具肯定是python 那你说你就用python直接就是这门语言最基础的东西 你去写算法 你去做模型 你去做预处理 听起来是可以的 其实实际也是可以的 但是啊我们一般不这么去做 为什么 你选python的原因在哪里啊 选python啊最主要原因就在于 我们实际用它做起来很方便吧 这东西要做起来不方便 我们用python干什么 用R得了呗 用一些其他裤不行吗 用软件不行吗 为什么用python啊 最主要原因啊 python做这些东西啊 很容易也很轻松也很方便 所以说呢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去挑选一下我们的兵器 看一看啊就是 哎呀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出来做事出来之前呢 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啊对于我们去处理数据也好 建模分析也好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你用python写啊 不说你用python 你用cr家可能写个100行 你用python可能写个20行 你用这些裤啊 可能就写个1行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在做事情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考虑的 能用一分钟做完的工作 我要用10分钟去做吗 我肯定不会去的 现在什么成本最高啊 时间成本是最高的 其实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真正做事的时候啊 追求什么 可能有些同学追求的是一个准确性 追求的是一个完整 追求的是 哎我写这个东西啊写的一个 呃执行写时间速度快不快 但是啊就是很多同学 经常跟我这么说 哎你说cr家和python来说啊 哎我用cr家做的肯定效率要比python好啊 那我cr家很熟我为什么要转python啊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 嗯很多问题啊 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说一个执行时间 在10秒和2秒之间的一个差异 因为我说你建一个模型 你建模型你等个10分钟和等你2分钟来说 你说差点多吗 差点可能没那么多 这里要只是举例子 但是你用cr家写一个东西啊 如果你说你cr家可能需要个两天 那才能写完 你用python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那你说用什么 当然是用python了 这里啊 一再给大家抢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 一定是先考虑个效率 因为我觉得现在 嗯拿什么相比最值钱的 还是这个时间啊 时间我觉得是比什么都值钱的 然后啊咱们多说一句啊 然后咱就来看一下 嗯我要去做这个事 咱们现在要去选什么工具呢 给大家隆重的介绍几款产品 介绍这个产品都不是跟我有关的 我只是一个使用者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numpi numpi想起来什么 我们把它呀 叫做一个科学计算库 哇一听着名字 给我一个感觉怎么样 科学计算库 好牛逼的样子啊 那是那他到底牛逼牛逼啊 说白了这个库啊 真牛逼啊 你用python 你说你是要跟数据做挂钩的 你不会用这个numpi 那我觉得啊 你这个东西可以GG使命大了 相当于 numpi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很多库都是封装在numpi基础之上的 numpi做什么 它是做一个矩阵的运算 所谓一个矩阵 大家一想 矩阵跟我什么能挂钩在一起啊 应该是跟数据吧 我们数据长什么样子 一行一列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 一行数据是我的一个样本 每个样本里边有多个列 这就是我的数据 那你说他们勾到好之后 我说我是一个十行 然后三列的 相当于什么 十个样本数据 每个数据 它有三列属性吧 这个意思啊 那你说你的数据 既然来说 它看起来是个矩阵 能不能转行成矩阵呢 当然可以的 而且转行矩阵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啊 我们可以批量去计算了 你说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写一个负轻环 一行样本 一行样本去算 哇 这车是不是要命了 数据啊 规格都是一样的 你有三列 我也有三列 组合在一起是个矩阵 我们直接拿矩阵去算 这不方便的多了吗 所以说啊 南排这个库啊 重不重要啊 重要吧 它是做什么的 矩阵硬算的 矩阵跟什么挂钩 数据挂钩啊 那它啊 我就不吹了 大家自己理解吧 接下来 第二个登场的是 Pandas Pandas是什么 哎呀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咱们这个课啊 就是不为大家专门 去讲南排 Pandas 还有MyPlot的 这几个库的一个 详细用法 但是涉及到每一个点 我都会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啊 大家对这些工具 以及呢 一些机器学义算法啊 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参考啊 我另外的一门课程 我另外一门课程名字啊 是这个 估计大家以前可能 可能听过啊 就是Python数据分析 与机器学义实战 那个课啊 会从这些 非常基本的 一个库 一个库的基本用法 开始讲起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机器学义算法 进行数据推导 再进行一个案例的演示 但是在咱们这个数据 挖掘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的目标啊 跟那个课定位 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主要干什么 我们主要做案例嘛 主要用算法 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嘛 所以说啊 大家如果说 对这些库 还不是特别熟悉 也可以参考啊 我另外的一门课程啊 那里边介绍 还是蛮多的 当然在这一课当中啊 我们还是 每个案例当中啊 代码还是都会讲的 然后来说这个Pandas Pandas是什么东西啊 首先第一点 你要处理数据 你用Numpay 你可以一个 就是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去掉 你可能掉了十个函数 才完成这样一个事 那你想 你做一件事 你掉这么多函数 给你的感觉 哇好麻烦啊 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法啊 Pandas就是这个简单方法 它是相当于什么啊 其实啊 Pandas是这样的 Pandas和Numpay 它最底层的一个结构 都是一样的 对Numpay来说 它的底层是一个 NDA的结构 Pandas来说呢 可能大家有听过啊 知道Pandas是底层 是一个DataFrame 然后DataFrame底下 还有Serious 那你说Serious 底层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NDA锐啊 所以说这个Pandas啊 相当于是 在你的这个 Numpay基础之上 把很多个函数 进行了组合 进行了封装 这样呢 处理起来问题啊 就更轻松了 一会儿啊 咱们也会看到 当我们用Pandas 去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 这就太简单了 Pandas是非常实用的 一个工具的 一行代码啊 可以解决事情 是非常多的 然后呢 再说啊 下面一个东西 Metplot Metplot相当于什么 它的东西啊 就相当于是 嗯 我们要做这个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或者积极建模 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数据 离不开图形吧 图形啥意思啊 你做完了一个东西 你说你跟我一说 哎呀 现在这个东西 一个数值是8372 那个数值是56197 你跟我说的脑都疼了 你不如给我画一个表 不如我画一个图 展现一下嘛 这样咱们看起来啊 是更容易 更轻松一些吧 不光给自己看 给别人看 一打眼就是这么个事吧 你看一堆数值 哇 这简直要疯了 所以说啊 在这里 我们还需要做 嗯 很多的可视化展示操作 Metplot啊 就可以当成是 这个可视化展示的一个酷 Sieburn Sieburn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我是把Metplot 咱们给人家咋说的 Pandas是把南牌封装了 Sieburn呢 是把Metplot封装了 Sieburn这个酷啊 它做起来就更简单了 你想画一些常规的图啊 它相当于 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给你提供了 一系列的模板 在这一系列的模板 基础之上啊 我们再想去做些事情 哎 这就简单多了 用Sieburn画图啊 比Metplot啊 它要简单一些 因为很多东西啊 都你继承在一起了 直接调它一个模板 如果说啊 你的一个细节 不那么注 你不注重那么性节 什么颜色啊 什么线条啊 什么纹理啊 这些东西 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个展示嘛 那用Sieburn这个酷啊 要比Metplot 要更简单一些的 然后下边是SKLearn SKLearn啊 是非常牛逼的东西啊 前面这几个啊 相当于是 我们做数据处理 和分析的一个工具 最后这个SKLearn啊 就相当于是 我们要做什么啊 我们要去做 积极学习建模了 积极学习建模的时候啊 咱们来说 要干什么 选一个算法 构造一个模型吧 那这里你想啊 这个算法要自己去写嘛 自己去写啊 简直会累死你的 而且你自己写这个东西啊 你的一个效率 普遍来说都是非常低的 很少情况下 我们自己去写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一些 这样的一个库 SKLearn啊 是Python当中 尤其是坐机学习 这个领域当中啊 最最最最最常用的一个库了 然后一会儿啊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说完之后啊 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SKLearn这个库啊 它里边都有哪些的功能 这些啊 就是我们之后 要使用到的几个武器啊 这就是咱们的相当于一个冰激谱吧 冰激谱我们都要给它用上当